大家好我是OiA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個沒有趣的東西喔 是那天呢收到了 家樂福的中秋節前的一個DM 然後呢在這封面上面讓我看到一個 讓我非常非常有興趣的東西 就是這個 這是德國愛丁格啤酒DIY錄影冰桶組喔 德國啤酒對我來說 其實吸引力也沒有到多高 不過我覺得對我心裡很高的就是這個冰桶喔 所以呢那天我們去家樂福的時候呢 就順手的把它買回來了 好那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愛丁格的啤酒喔 那它這個冰桶裡面呢 總共會有10瓶這種白啤酒 然後跟8瓶這種黑啤酒 那如果特別有想要介紹它的原因呢 買這個桶啊它就會送 插畫家由頭二世的聯名款貼紙喔 我覺得這個貼紙其實 拿手上之後覺得真的還不錯 不過我覺得有點可惜的是 這裡面居然沒有附這個杯子 我真的看了覺得這個杯子很棒 對我真的希望它下次可以送這個杯子 我覺得不錯 我簡單看了一下喔 它這個桶啊 是10 我記得是16公升的 比如說你要去烤肉啊 帶一點冰好的食材放進去 然後放一個冰塊進去 比如說你在釣魚 像我師傅就很愛去釣魚 然後裡面可以放喝的 一點簡單的吃的食材 帶個瓦斯爐去煮泡麵就超爽 然後重點是它裡面還有16瓶啤酒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至於它的啤酒好不好喝呢 我們等晚上去烤肉喝就知道囉 走吧 我現在去試試看這兩個塊 白啤酒喝啤酒喝起來什麼味道 但是現在重要的是要先去吃烤肉 好甜喔 我接肉 有了 在燈光濕過來耶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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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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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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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來試試看白啤酒 對不對 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現在已經不是很餅了 不過感覺其實還滿順的 酒喝起來重量的就是順的 不要覺得很酪很辣還是很嗆 它還是有一個賣的味道 滿明顯的 比我們一般喝的啤酒明顯 來換黑啤酒 我覺得黑啤酒的賣味比較重耶 但還好耶 沒有比較重 那拿上來飲料現在已經不冰了啦 不過也是很順耶 蠻特別的 跟我之前喝過的德國啤酒不太一樣 好 今天就是我們中秋烤肉煎 試喝看看愛丁格的啤酒 是什麼樣的味道 那總體來說我個人覺得 其實它不管是白啤酒還是黑啤酒 其實都非常不錯喔 滿出我意料的就是 白啤酒的賣味反而比較重 然後黑啤酒的賣味反而沒有那麼的重 還滿有趣的 其實兩款啤酒我個人都覺得非常順口 那大家呢可以趁這段1099這個價錢的時候去加樂福買 因為它寫是限量 所以我不知道全台到底還剩下多少 不過它這個16罐然後加上冰桶 然後還加上送貼紙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划算喔 OK 最後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點喜歡分享 想按更多影片的話 也不要忘了訂閱以及小鈴鐺喔 HOLD VLOG 我們下期見囉 掰掰